我们成功了 现在是瑞典时间的下午4点10分 等于是我们是早上9点半到的 然后到现在才到家 因为中间停了两次嘛 采蘑菇嘛 采蘑菇的小姑娘 我来啊 欢迎回家 麻烦这事 回去吧 哎 到家了马克你看她回哪了 太空荡荡了真的 真的 你看家里 房东帮我们浇花挺好的 感谢他们 给欧脸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俩的睡房 家里这么空啊 小猫快有爹玩了 哎呀 哎呀 我去 哎呀真空啊 嘿小猫 嘿嘿嘿嘿嘿 我给你们看一看 我这辆车啊 这辆车 六个人 六个人 装了多少东西 我一个鱼包啊 叫鱼这包啊 一个相对于这个 这是给别人呢 就我们都不装 婴儿蚁 在里边 叫屋里看看 走 看啊 这都是 从这儿 这个 全部都是啊 全部都是 这辆车 谢谢 谢谢 还有一个 外里的包 书包 看看走了 然后看我欧脸的东西呢 走欧脸看看你的东西 欧脸的 啊 一个大 一个袋子 小的 看见没有 小的 还一大红包 看见没有 六个人 你现在让我装 我可能装过去了 哎呦我天 我没敢开快 一路上我最多也就一百 一百一 一百一都没有开过 因为车太沉了 我就怕弹簧崩了 你知道 因为装太多东西 肯定是超赞 你想这么多人 两只猫 这么多东西 啊 这么多东西 我的天 就装在小车里 车是不小 但是 跟这么多东西比起来 老天忆厅里面的 请照顾我 谢谢 这小猫特别可爱 很遗憾很遗憾 我们现在就要 把这两只猫送到朋友家 人家都等不及了 你知道 人家弄上去说 你们神不出来神不出来 他们要挑一只 然后剩一只呢 给另外一位大哥送过去 他呢 孩子也怕过敏 他先待两天 如果有过敏情况 我们再拿回来 然后再给别人就行了 就这种情况 呼 到家了 我的天哪 下一站 下一站 就是看回中国 要断多少东西 我东西倒不会太多 但是回来的时候肯定也不少 我的天哪 哎 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啊 马克啊 你知道今天去哪里吗 上学 今天是你第一天上小学 瑞拉 你还是要去游园的 啊 过两年你再去上小学好不好 嗯 昨天是星期天嘛 我们回来了 然后今天星期一 直接就马不停蹄 万一已经走了 今天我跟 张老师 张老师 张老师中文课 中文课 我跟老师说了 你都已经上学了 你怎么上课呀 现在排不开时间吗 今天又要走上课吗 张老师说先让你那个 在小学里适应一下 然后这个 咱们再安排上课时间 今天那谁来 西蒙和路克斯来 是吗 对 咱们今儿烤串 我怎么给他们玩呀 你下课我接你啊 我今儿找接你一会儿 他们三点多过来 我要上课一会儿吗 你要上课 对 上到可能两点吧 今天咱们撸串 好 什么想吃 想吃 走了 妈妈 小猫 哎呦 昨天把他兄弟已经给送走了 那家特别喜欢 一直在说谢谢 谢谢 哎 过两天这也被爷爷得走 要不然不行 月娥太难受了 希望月娥今天不会闹啊 这笔笔哈拉就没停过 那我眼睛还在这儿肿 有惊无险啊 下一站送马克 马克你好好表现啊 你也不不不 这是那个小孩子里 幼马里 他是那个 地点 对 他是大的地点 还有那个 他那个 他是 二岁 两岁 对 那个 那个 他的地点还大 哦 好 OK明白了 你记得那个 那个 我记得 好像记得那个小孩子 OK 走了 上学去了 哎你上学不带书包啊 我没书包啊 哈哈哈 这边 他这个上学啊 就是 现在是没有书本的 就是也是玩 就跟学前班似的 哼 那个 说完你把那个衣服脱掉啊 那热的话 帽子不用戴了 用了吧 好